欲练神功 必先自攻 这是辟邪剑谱的第一句 也是平时不少男孩 拿来调侃同伴的一句玩笑话 可是玩笑归玩笑 如果我们以严谨的姿态来回忆 在林平之在当时选择自攻的节点时 就会发现很奇怪 他为什么要选择在大婚前夕呢 结婚之后再练不行吗 既可以享受一次丈夫的权利 也能更好地瞒住自己身体缺陷的问题 可是看到月灵山的所作所为 这一切就能解释得通了 林平之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一直都是正人君子的做派 会见以勇为 心中有正义 绝不滥杀无辜的人 在面对人人求而不得的龙眼术的时候 依旧记得有主之物 不告而驱使为罪 光是这一份定力 就能秒杀剧中绝大部分人 可也是因为搭救月灵山 林平之失手杀了于沧海的儿子 也因此被于沧海图了满门 痛失双亲 从此与于沧海立下了血海深仇 设身处地的下 林平之与月灵山的感情关系 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些畸形的 林平之时时刻刻都要在自己的内心拷问自己 为了一时的义气 去搭救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子 从而搭上自己满门的性命 是否值得 林平之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煎熬着的 只不过后来遇上了伪善的月不群 在华山派勤学苦练的那一段时间 林平之的内心得到了短暂的安慰 这种仅有的温暖 让她偏向了心中的大意 也是在这段时间 林平之对月灵山 有了一丝畸形的爱意 此时的她 虽然心里依旧有着要复仇的想法 但是她此时仇恨的对象 也只是于沧海等人而已 在这段期间 林平之努力成为一个可以让师父骄傲的弟子 甚至一心取悦月灵山 虽说辛苦 但已一直生活在月不群 与月灵山等人编制的一段美梦中 但是梦最终会有醒来的一天 故事的真相总比自己想象的要来的残忍的多 原来自己敬重的师父 不过是一个世间中极其伪善的一个人 之所以接近自己 为的不过是打停辟邪剑谱的下落 而月灵山更是可恶 一开始的接近就是别有用心 明明是一个门派的大小姐 却又装作一个酒家女 故意引起林家与青城派的纠纷 爱越浓恨越深 在面对调戏的时候 一声令下就能终止任何闹剧 可是月灵山却没有任何作为 林平之哪里看得过这样的场景 出手相救是必然的事情 可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建议勇为 误杀于沧海的儿子 开启了自己悲惨命运的开端 如果说之前还能用心中的大意来哄骗自己 现在知道了这些 不过是早就预谋好的一切之后 林平之的内心自然崩塌 而且在林平之目睹双亲被杀的时候 月灵山搭救了林平之 却没有救林平之的父母 是没有能力搭救了 也并不是 在这个时候 劳德诺说了一句让人意味深长的话 别忘记师父的吩咐 什么吩咐 自然是要将林平之顺利带回来 培养成一条中圈 要让林平之对他死心塌地 没有什么办法比先断了他的所有舒适区 再成为他唯一依靠要更好了 后面的发展也确实如月不群所料 林平之对他非常忠心 后来到了福州搜寻辟邪剑谱 好不容易找到了 这对林平之来说 获得剑谱是自己离报仇学恨最近的一次 但是还没来得及学习 就被月不群刺杀 当时林平之并不知道是月不群所谓 而是大师兄的一句口无说的师父 才暴露了月不群的身份 这种从侧面的印证 更加深了林平之心里的震惊和愤怒 紧跟着的便是伴在虎狼身侧的恐惧 在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林平之之前对这两人有多敬爱 如今就有多恨 月不群是因为剑谱 才放任月灵山和他在一起 那么月灵山在自己的身边 会是因为爱吗 还是只是方便监视自己而已 回想造成自己如今境地的罪魁祸首之一 林平之对月灵山 又还怎么能全心全意的去爱 哪怕是后来月灵山或许真的爱着林平之 两人之间也有这一辈子都跨不过的隔阂了 现如今月不群对林平之早已经有了怀疑 以林平之目前的武力之来看 如果没有月灵山当挡剑牌 月不群迟早会找机会杀了自己 但是月灵山这个保护罩能抵抗多久呢 月不群是个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能利用的人 而且林平之也不再相信月灵山 如果某天月灵山突然说错一句 自己很有可能就会小命不保 在这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 林平之只能尽快强大自己 能留给他的机会并不多 想要复仇的机会更少 于沧海对他而言是杀父之仇 可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还是月不群甚至是月灵山 此时的林平之满脑子想的都是 怎么才能报复两人 此时的月不群因为修炼了辟邪剑谱 已经在无后代的可能 只有月灵山一个女儿想要延续月家一脉 就只能是靠自己 林平之就偏偏不愿意如这两人的愿 在成婚前夕挥刀自宫的这一刻 基本上算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但是同样的 这也会给林平之带来一种奇特的复仇的快感 他想要看到月不群惨败的样子 也想要看到月灵山痛苦的样子 挥刀自宫或许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却是他当下唯一的选择 在这 其实关于辟邪剑谱 在原著中当时还有一段这样描述 无论你是何人 法力如何高强 只要是见到了剑谱 便会控制不住按照剑谱上的内容进行修炼 这本剑谱是林家世代相传的秘籍 也是月不群盯上林家的原因 更是月明山在一开始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原因 提供的秘籍 不许是您的